嗨,大家好,這是肥波 今天要與各位帶來的是 基隆美食地圖安樂區爽吃特輯 五選 分別是海龍豬餐廳 酒煮營養三明治 郭家巷頭國仔湯 以及佐藤偶開尼 最後是古月香熬脆牛肉麵 好的各位 那我們現在就直接開吃 好,德國人的朋友 首先第一站我們就來試一下 靠近北海人這邊 基隆在地的老正好海鮮餐廳 它就是海龍豬 各種尺寸非常浮誇的火海鮮同胞 像是水姑娘、石斑魚跟九孔包等等 那我點的就是他們家的招牌菜色 龍蝦板條 麻油乾煎鮑魚 一魚二吃 以及魚刺牌 還有咖哩軟殼蟹 那當然呢 北海人必備美食清蒸萬里蟹 也是要給它來上一份 而且每年的九到十二月 就是品嘗萬里蟹的黃金時期 各位想吃的話 記得要抓準時間 那我們首先呢 就來試一下它的蟹膏如何 雖然說是吃肉為主 吃膏為腐 但這一隻的高亮 它絕對是誠意滿滿 感受一下 整塊入口你感受到的 這就是一股極度濃醇 蟹膏的那種鮮甜香氣 但是呢 又不至於說鮮過頭 在鮮與甜之間取得了一個很療癒的平衡 同時呢 在它那種泥狀、膏狀的質地之外 又補上了一點水潤感 讓它吃起來不會是乾的 而是有一種水嫩多汁感 吃過泰國的海鮮才知道 原來台灣的海鮮是這麼的鮮甜 接下來呢就進入到重點環節 蟹肉的部分 相比蟹膏極度濃郁的鮮香風味 蟹肉本身你吃到更多的 就會是一股清甜感 不過我覺得重點是肉質的部分 那是確實有驚豔到 口感上是極度的細嫩 同時又會在包覆上表成 蟹膏所帶出來的一點綿密質地 越中心的地方那種水潤、軟嫩感 就更加的突出 如此肥美的蟹腿 你都會在基隆、北韓這裡就吃得到 蟹腿就比較偏向軟Q點的質地 同時感覺鮮味香氣也是更加的濃醇 我們下一口一樣露上一點薑醋 有沾真的就是大大的加分 吃起來真的不單純只是我們熟悉白醋的酸 而是有一股更加濃厚的甜味 可以讓它本身就已經很濃醇的蟹肉鮮甜感 再更加的升級 而且這隻的蟹蟹真的是超級的粗啊 那當然萬里蟹除了花蟹之外 三點蟹也是標配 直接進攻它蟹肉的部分 花蟹比較偏向細嫩綿密 三點蟹反而會再帶一點點微微的Q度在 好的那我們清甜感滿點的萬里蟹香完畢 接下來呢就試一下他們家的招牌菜色 麻油橄筍鮑魚 濃烈的麻油底液搭配上一點乾薑的香氣 跟鮑魚本身的纖維融合在一起 它真的是有點意外的和諧 不過我覺得重點還是口感它屬實是強 咀嚼起來那真的就是一個徹底的軟Q質地 可以讓你感受到那種回彈的腳感 再來呢我們就來試一下它的咖哩軟Q蟹 放上一塊酥炸軟Q蟹之後 再把濃醇的咖哩醬拎好拎滿 以往看到滿多軟Q蟹都喜歡把它炒在一起 但是呢要論酥脆度 絕對是這種分開吃的版本 更加的突出 而且你整尊下去真的就是非常突出的三層口感 濃稠泥狀 咖哩醬的綿密 包覆著極度酥脆的軟殼蟹 最後呢透過咖哩醬好夥伴 中軟帶點Q的吐司打底 再來呢我們就試一下 他們家的另外一款招牌 魚刺牌 看起來肉質也是滿細嫩的 表面呢覺得是充分油煎過 所以說在你吃到它細嫩綿密的魚肉口感之前 會先被一股脆度給驚豔到 而且因為它用的是副牌 所以說油脂感絕對是充分到位的 再來就試一下它的一魚二隻 用的可是看起來非常肥嫩的燕尾魚 然後呢是把它做成味噌湯 跟這種清蒸的版本 稍微繞一下 就可以看到滿滿的魚肉塊在裡面 那我們就先從清蒸的版本起手 不是那種單純的綿密 而是帶點鮮嫩Q的腳感 同時呢也因為它足夠厚切 所以說你嚼起來的那種 口感上就會很滿足 再來試一下做成味噌湯的吃法 隨便撈真的就是連骨帶肉 非常的大塊切 兩種不同的做法 你所得到的口感 那真的就是截然不同 味噌與湯呢就會比較偏向 非常綿密的肉質 不會像清蒸的那種Q度這麼的突出 同時呢在它魚肉的鮮味之外 又充分的吸收它味噌湯底 甘醇的甜味 最後呢我們就以 非常浮誇的龍蝦板條收尾 看起來呢就是蒜香波隆的路線 搭配上底部滿滿的板條 不是那種一咬就斷 而是需要稍微嚼個幾下 同時呢包覆上非常迷人噌 蒜香帶點鮮味的降底 最後呢就以龍蝦尾本體收尾 波隆吃起來真的就是一個字 緊實Q彈 同時呢一樣啊 被一股相當濃郁的蒜香給包覆住 不過呢這樣一對比 我會發現其實花蟹本身的肉質 那真的是很強 我個人認為呢 那是絕對不會輸給波隆的 最後呢我們就以 非常巨大的波隆錢收尾 好了各位總結一點 海龍豬海鮮餐廳 絕對是你各位來到安樂區 北韓這邊 想要來一點美味海鮮的優質選擇 那今天吃了自己到裡面 咖哩蟹絕對是雞腿 但我覺得重點還是 當季萬里蟹的口感 真的是非常好 尤其是花蟹的部分 蟹蟹的那種水嫩Q度 絕對是以往我沒有體驗過的 好的 那我們現在就前往下一站 好的各位觀眾朋友 接著下一站我們就來試一下 基隆營養三明治三本族之一 它就是酒爐營養三明治 最經典的配置 番茄黃瓜搭配上火腿乳蛋 以及靈魂人物美乃滋 我個人大概有三四年沒有吃營養三明治 那是相當的懷念 而且他們家的麵包體 真的是光用拿的就有一種酥脆感 一口下就能感受到最明顯的 絕對是它的油炸麵包體 自帶的麵香甜味 甚至比它美乃滋的那種酸甜感 還要更加顯著 然後口感的話 不算是那種勁道Q彈的老麵質地 比較偏向表層酥脆 中心鬆軟 口感上那是深得我心啊 那當然除了美乃滋之外 番茄跟小黃瓜 就可以起到一個更加有效的滋潤解膩作用 吃起來真的是還蠻營養的啊 我覺得真的就是你各位來到基隆 必須嘗試一下的特色小吃 水奶一家基本上都不會錯 但是如果是來到安樂區這邊的話 Q彈就是代表人物 而且它真的就是越靠近尾燈的地方 那種酥脆感越強 好的 那我們現在就前往下一站 好 各位觀眾朋友 然後接著下一站我們就來試一下 位在安樂市場附近 基隆在地開了超過70年的歐G老店 它就是國家巷頭國仔湯 開在一座橋下 那是非常的有FU 而且呢它是乾板跟湯的版本通包 那當然呢還要再搭配上黑白切 我底人呢就是雞骨辣以及豬眼睛 聽說是用眼窩的部分啦 不過怎麼感覺某幾塊 看起來真的蠻像是眼睛的 那我們首先呢就從乾板的起手 雖然說外型看似板條 但是攪拌起來的手感那是完全不一樣 有一種非常易碎 但用湯匙會比較適合的感覺 如果我譬如說 它絕對不是說中一個Q度腳感 會比較偏向微Q軟綿的質地 隨著你咀嚼醬底的那種 油膏微甜還有蒜味 就會跟它國仔本身的米香融合在一起 而且你整池下去 會有那麼一點像是千層碗粿的概念 相當於Q甚至比較接近綿一點的口感 我個人還真的是第一次吃到這種流派的啊 再來呢就回味一下吉苦辣的魅力 當然呢是要錄上一點基隆小吃標配的橘醬 不是單純的Q 而是紮實中帶點Q勁 同時呢在弄魚醬的鮮味之外 又包裹上了甜辣路線的橘醬 再來呢就是一下它的豬眼睛 我感覺這一片已經有點切到它的目出了 雖然說看似小恐怖 但是口感上它絕對是非常好的 絕對是比一般常見的嘴邊肉更加的水嫩 而且呢又屬於這種不規則大塊切的狀態 部分Q彈部分嫩 再來呢就是一下國仔湯的版本 它裡面都會再幫你加入一點腸子的元素 料潤Q度意外的湯的版本 還會更加顯豬 同時呢搭配上它的湯底 大骨湯的香氣 好的各位 總結一點的國家巷頭國仔湯 絕對呢是你各位在基隆安樂區這邊 想來點最Local早餐的優質選擇 評價好吃的早餐套組 好的 那我們現在就前往下一站 安樂市場周邊美食 再來一發 它就是佐藤Ocali 相比基隆大部分的資料都是專攻生魚片 他們家呢賣的可是烏龍麵跟天丼 好像是我點的這一份佐藤隨便丼 400塊如此大一碗 那真的是誠意滿滿 而且看起來大部分都是海鮮的天婦羅 像是有蝦子中捲跟雄味棒等等 整晚看過這個視覺霸氣那是非常的強烈 那我們首先呢就從它的炸蝦旗 我必須說口盤的部分 其實蠻接近我之前在前草派那間 江戶前天丼 就它不是專注於一個極度酥脆 而是帶有一點絲溫感的脆度 同時呢在它蝦肉的鮮味之外 又在包裹上面糊帶點醬油香氣的底蘊 再來這兩條呢估計是中捲的部分 相對於砸殺天粉有的民中帶Q 中捲呢就是更卓住一個脆Q質地 然後呢一樣的鮮味跟天國醬油的鹹甜感融合在一起 再來下一個呢是巨大的酥味棒 酥味棒吃起來呢 可以感受到更多的水潤度 以及一絲一絲交疊在一起的綿密感 如果你是去日本有吃到過這種濕潤帶脆的天丼的話 來到這邊呢就就是可以讓你回想起那個感覺的 金針菇吃完終於是看到我們吞米飯了 米飯的口感覺得是充分的顆粒Q彈 包覆上鹹香微甜的天附羅醬底 結合在一起它確實有料啊 再來這塊應該是魚肉的部分 即使它是這種大塊後鞋 但是口感上覺得還是充分的水潤綿密 南瓜個人覺得是搭配的脆與綿極致的對比 最後呢就再來一根炸蝦天附羅收尾 好的各位 總結一點呢 左很有開哩 我個人真的就四個字 會想二刷 真的是有讓我回想起 去年在淺草爬丼飯的感覺 想要來一點真正道地日式口味的話 選它準沒錯 好的 那我們先前往下一站 好 各位各位觀眾朋友 最後一站我們就來試一下安樂區牛肉麵代表 它就是開在基隆長根附近的虎葉鄉熬醉牛肉麵 這一間客人真的是久仰大名 必須來給它炒身一下 那我點的呢就是一碗大三元牛肉麵 牛腱牛筋跟牛夾肉通包 然後呢我還有再點了一份川鄉蛋腸 我第一次看到有人把蛋腸做成滷菜的版本 然後我們首先呢就從牛筋起手 入口第一個感覺是牛筋轉身的口感 雖然說不到極度驚艷 但我不是說它的湯口風味 絕對是我近期拍過濃郁度火力最強的紅燥基底 而且他們家都是可以自己特質化調整 像我選的是小辣搭配上濃郁口味 入口你可以感受到非常突出 一點藥香的底魚更為甜 同時呢又補上點適當的辣度收尾 再來呢就是一下它的牛腱肉 表面的肉筋我認為它是相當精美 目前吃下來給我的感覺真的還是 依靠它的湯頭來Carry 濃郁而不過膩 我覺得這就是專業紅燥湯頭的一大特色 然後呢你還可以再撸上點辣醬來搭配 感覺比較偏向剝皮辣椒醬的路線 可以增添一股非常療癒的香辣甜味 想要追求極致的Q度的話 選擇搓拉麵組沒錯 最後這一塊看起來是牛頰的部分 相比它牛筋的Q 牛筋的軟嫩 牛頰呢真的就是介於兩者之間 最後就以川商蛋腸收尾 每次我去吃那個一枚火鍋成的蛋炒豬好入口 都是湯頭壞頭 這種常溫的乳菜版本 覺得是更加的深得我心 然後表面的淋醬吃起來有點像是 蔥乳醬的感覺 除了濃郁的蔥香之外 又會再補上一點微甜喔 好的各位那以上呢就是這一次的 Gelope Misty 2 安樂區域爽的特技無選 今天這集的平均水平 那絕對是相當之高 尤其是我們第一家的那個清蒸玉米蟹 論口感論鮮甜度 真的都是充分驚豔 好的那這樣啦 想要點壓資訊 我都會放在影片下方的說明欄 感謝各位的收看 那我們就下部影片見 掰掰